美国新泽西的慈祭人文学校举办祈福活动 而慈祭之工则是到疗养院关怀带活动 让长辈们心情沸腾 在慈祭之工的带动下 坐在轮椅上的长辈们难得动动下半身 分解动作之后 看满游要跳舞 让群场沸腾的志工张华荣 其实目前定居广州 利用假期回到新泽西发挥所长 志工们跟着他献血献卖 疗养院洋溢温馨 祈福活动尽丝好话 劝诚数来宝 学中文 学人文 在这个整个练习的过程 大家都非常享受 最后表演 他们也把快乐带给大家 小朋友画出微笑的脸 登台演出 大家都不去场 举手投足充满自信 带一新闻 真线美志工 美国报导 必须别 Fest 我们在这边 和我 往往往往往往往 那 冒